购物中心票选出男神女神 秀出活动商品 看好疫情解封商机 跟去年比也有抓一个 10%以上的成长 对我们觉得疫情跟去年来比 当然相对是比较舒缓的 位在新北市汐止地区 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深耕地方七年 业者表示商场的规划 已在地出发 有别一般的百货战场 多年以来结合科技园区 服务上班族群 也将科技导入卖场营运 AI机器人也能够成为卖场特色 尤其目前正大力克服 机器人冷冰冰的行为表现 人的惯性就是 我可能会在电梯里面 就是四处就是 我喜欢站的位置 每一个人喜欢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他会去做视觉判断 就是如果空间真的够 他会以辉谐幽默的方式 去降低大家对他的那些 所谓的一个不友善的感觉 小小AI机器人能够提供卖场 美食街自己搭电梯送餐 让卖场服务更加的智慧化 在这么庞大的一个上班族的 族群的这个地方 我们想要多做一些 针对上班族服务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 疫情加速科技 零接触商机翻转了零售模式 趁着七周年对外公布最新趋势 也让人看见景邻科技公司 不同于其他商圈的销售模式 也能够看到未来百货商场的雏形 正大大颠覆过往 让人大开眼界 人生卫视章前正宗 新北市采访报道